不久之前大江给我们带来了强悍的Mavic 3 Pro 而在入门级的市场上市一年多之后 我认为mini 3 Pro还是最香的存在 那么夹在中间的Air系列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Mavic 3 Pro的三摄 每个传感器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主摄四分之四哈苏相机 中焦一点三分之一英寸 长焦二分之一英寸 而且他们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的规格 还都不一样 群众普遍反应说焦段越长画质越差 感觉就太不平衡了 太不爽了对吧 就好像你花了大价钱同时娶了三个老婆 但是这三个比喻有点不太对啊 但是Air 3不一样 两个镜头都是1.3英寸的传感器 广角F1.7的大光圈 24毫米的焦距 有效像素4800万 是不是很耳熟 参数上面跟Mini 3 Pro是一致的 中焦镜头70毫米 光圈F2.8 有效像素4800万 是不是也很耳熟 跟Mavic 3 Pro上面的70毫米镜头 是一模一样的 对于广角镜头 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1英寸大光圈 结果大价怎么把入门级别的东西拿到终端机上了 冷静 冷静 冷静下来 Air 2s和Mini 3 Pro我都深度用过 Mini 3 Pro的这个相机已经被证明了 画质其实是很优秀的 尤其是暗光画质 秒杀Air 2s 而且Air 3这次还增加了夜景视频模式 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 这颗1.3英寸的广角镜头 体积小 重量轻 就为另外增加一个中焦镜头提供了空间 新增的70毫米中焦镜头具有更强的空间压缩感 让主体和背景之间的运动关系变得更加有戏剧性 广角中焦的组合让视频有了更多的表现手法 两个镜头都支持最高4K60帧 10bit D-Log M和HLG视频录制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HLG的色彩模式 直出就能够有很好的影标表现 相对D-Log M来说 调色更加容易 对于新手更加友好 逆光的画面也拥有很高的动态范围 后期的空间同样很大 都支持最高4K30帧的夜景视频 最大的ISO可以达到12800 再通过算法的优化 画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都支持最高4K100帧的慢动作视频录制 而且这个模式下面同样支持智能跟随 在之前我测试的时候 大家的工程师甚至都没有跟我说 有这个功能 我是自己去发现的 那如果是长焦的话呢 长焦我们是要长焦好不好 我们是要长焦 Go 有点尬啊 所以哪怕我是自己一个人出去 也能拍出这样的画面了 两个镜头都支持最高2.7K的 速购图视频和延时视频拍摄 速购图一般都是在手机上面看嘛 2.7K足够了 照片方面两个镜头都支持单拍 连拍 AEB连拍和定时拍 单拍模式是3.0版本的智能模式 能够自动的识别场景 选择最合适的拍照算法 还支持HDR DNG 在拍摄逆光场景的时候 具有更高的宽容度 甚至在某一些情况下 你已经不需要用AEB连拍 在后期合成这么麻烦了 球形全景的HDR照片也升级了 分辨率达到了12000×6000 也就是7200万像素 提供了更大的检材空间 很多时候大家飞上去觉得 哪里都好看 这边好看那边也好看 这边也好看 不知道怎么构图对吧 拍一个球形全景 保存所有的弱格式 回来再构图 简单粗暴 在L3这台机器上面 就已经没有主射复射的区分了 应该叫做双主射 L3比U2专业版还要再长一些 因为我之前塞U2的这个收纳盒 现在已经收不下L3了 但是看在一个双主射镜头 而且还可以上台60度的份上 这个长度的增加我愿意接受 避障方面通过四个预眼镜头 和下次传感器 实现了全向避障 更加安全 从这个路屏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是后退跟随 无人机对树林里面障碍物的感知和避让 也非常的积极顺速 而且还很聪明的根据实际的场景 来切换跟随模式 比如说没有路可退了 它就会切到侧面跟随 继续盯紧我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放心让它跟飞 后来我基本上就敢于撒手不管了 但是对于比较细的物体 比如说电线 或者是非常细的单根的树枝 识别率就会降低 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这也是目前来说 避障方面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基于全向的避障硬件 新的APAS5.0算法 可以让避障绕行更加的顺滑 不管是起步还是停下 镜头的运动都更加舒缓 素材的可能度也更高 续航方面悬停42分钟 前飞达到46分钟 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 我每块电池正常的拍摄情况下 都能坚持30分钟左右 电量下降到15% 不是0% 下降到15% 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这次Air 3的充电管家 还具备一个剩余电量转移功能 长按功能键 电视舱里面最低的电池电量 会往最高的那个电池汇集 也许当你飞完最后一块电池 觉得已经没有电池可飞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电池管家里面的一块电池 电量又涨起来一点点了 你又可以再飞一会儿了 美景当前不留遗憾 Air 3采用了欧式图传 官方的说法 它的性能比上一代有30%以上的提高 而且同样可以增加4G的图传模块 从这段录屏可以看出来 加装了4G模块之后 无人机再绕飞到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后面 遥控器跟无人之间已经有直线 这条直线已经有很大的阻挡的时候 它也不会出现花屏黑屏试联的情况 控制的响应也是没有什么延迟的 这一次的4G模块是安装在机身内部的 就不需要外挂件了 不需要加装一个外挂件 就相当于省掉了这个外挂件的重量 对收纳也更加友好 但是要注意的是 4G的信号 当然也只有在有4G信号的地方 才能起作用 如果飞的太高 或者是飞到了网络比较拥堵的地方 那还是不可避免出现一些画面的小小的花屏 或者是延迟的情况 返航算法也更新了 得益于更强的避张硬件 光线足够的时候 飞机会一边返航一边下降 节约等待的时间和电量 至于大师镜头 定速巡航 航点飞行 手机快船这些功能 都没有少 值得注意的是 一键短片 从以前的1080P升级到了4K 终于不会觉得不够用了 这几个星期我带Air 3拍摄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能够充分感受到 这台中端无人机相对上一代有了巨大的提升 我认为这台乘上旗下的Air 3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价值 首先是双摄 让这个级别的无人机 有了更丰富的镜头语言 估计马上会有一些UP主尝试 用且仅用Air 3来拍摄旅行Vlog了 我也可以大胆的断定 未来的消费级折叠无人机 入门单镜头 中端双镜头 高端三镜头应该会成为标准 其次全向的避障也放到了这个级别的无人机上面 让飞行更加的安全 非常的赞 另外Air 3并没有像以前的某一些机型那样 通过固件把一些本来可以有的功能给封印起来 比如说4K60不支持HDR 就是高帧率不支持HDR 不支持智能跟随等等 这次Air 3大大方方的 把很多能给的都给了 两个镜头不分主次 对吧 该有的格式都有 对吧 4K100帧也支持跟随 对吧 4K100帧也同样支持HLG 还有D-Log M 我觉得这次Air 3真的挺大方的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 就是没有能上1英寸的传感器 F1.7或者F2.0的大光圈 跟很多看这个视频的人 可能心里面都有这样的遗憾 对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广角宗教镜头都是1英寸 那么云台的体积重量就非常的可观了 可能它就不叫Air 3了 如果长焦的底小一点 广角的底大一点 那么又回到刚才的那个情况了 就是不平衡对吧 视频的最后就是一句话 这个样子的DJI Air 3真的挺好的 这组成就没想 stiff对nan 262.3 MG 2 2 3 4 5 7 4